行星通常我们认为通过叫核熄机的模型 这核熄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右边的卡通图 这个是太阳 这边上是一个盘 这个盘是气体盘 但是气体里有沉埃 这个沉埃物质会发生两种运动 一个是往下掉 另外是往里走 为什么呢 因为沉埃物质 它也是在烙着恒金做开普勒运动 对吧 这个大气也在做开普勒运动 但是大气有一个因素 大气呢 它是有压强的 里面密度大 外面密度高 密度低 所以有个压强从里往外压 这个压强抵消了它往里的引力 所以说 这个大气的做圆周运动的速度 要比你的开普勒里面的开普勒 没有这个压强的时候 开普勒 速度要慢 能想象吗 因为 这个开普勒你要知道 引力越大 这个叫 我们能不能写黑板呢 这个 MV平方除以R 对不对 这个怪离心 离心 MV平方除以R 这是等于离心力 所以同样的地方 我这个F 我这个F越小 距离一样的地方 那我这个V平 V是不是也越小啊 对不对 那我引力 本来是引力这样子的 我就这个速度 这个引力得F 得V平方除以R 但是呢 我有一部分大气 我抵消掉了它这个F 使得它引力变小了 那我平衡的速度 当然也要小 MV平方除以R 对不对 这是 这是圆周运动的那个 所以说 大气的这个速度呢 是要比乘埃要小 所以这点很关键 换句话说 乘埃开得 就像一个汽车一样 开得快 大气慢 你处处 就受到感觉上 这个乘埃 处处感觉上有个风 对吧 叫Headwind 叫银头风 就让你汽车开过去 哇 就是 对吧 那么就很多 就很多东西沾上来了 那么这个银头风 就变成一个阻尼啊 既然有阻尼 它速度就降下来啊 降下来之后怎么办 一方面往下底下掉 轨道就降下来 另外一方面 速度降下来 你要保持平衡 那必须到里面的轨道 因为它必须往里掉 角动量也都减下来了 它就往里掉 因为角动量没有了 它就往里掉 好 那么当然就 这有一个竞争 如果你掉到 往里面掉得很快 那一下子全掉到太阳里面去了 对吧 还没降到下面来 但现在估计 它掉得快 但是它掉到中间平面 会更快 结果它在中间平面 形成了一个很薄的 有几十公里厚 那么厚的 这一个 叫尘埃盆 你说几十公里还薄啊 对吧 你要看跟水比了 那个大气这个地方 有几个天文单位 一个天文单位多少公里啊 对 一点五层是八十番公里 对不对 一点五亿公里 所以一点五亿公里相比 那么大的一个距离 几十公里 当然是很薄了 所以由于这么薄 那么很多 这里都是很多尘埃 全起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 尘埃 灰尘啊 站在一起就容易粘起来了 对不对 你要不相信你可以爬到哪个工厂的烟囱里去看看 烟囱很多就是灰就粘起来了 对吧 而且粘的结构它是很松散的 就像一种分形结构 对不对 就是分形的生长 所以捅灰尘还比较好 捅哪个鸡帽胆子 一捅滑就出来了 不是那么硬邦邦的 不需要铁桥就桥 对吧 这就是一种 晶体生长的过程 好 但是它堆到一定地步 对吧 它的引力就相互作用 发生作用 引力就有作用了 它越积越多 对吧 那就它变成长大 那它大的足够 它不是靠被动的相互粘起来 而是主动去吸收 去吸收其他的尘埃 就越长越大 就长了一个大胚胎 那么这种胚胎 很多很多 然后相互碰撞 跟胚胎 跟胚胎之间又开始撞 那么有的速度 如果说 帮我们一下 很在一起 速度很快 那倒霉 啪 撞起来 对吧 那一场辛苦 对吧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对吧 帮我们撞碎了 但如果相对速度很慢 它就粘起来了 粘起来就慢慢长大 对不对 它就更加有能力 吸引它 所以这里有一个 相对速度的问题 对吧 相对速度小 就容易这个放出来 好 那么假设 它可以形成 很大的 数值模拟表现 假设能够形成 十个地球质量的 这样的一个恒星 这个不是恒星 十个地球质量的 就恒星 十个地球质量的 这么一个胚胎 那么它就可以吸收气体 它的里面的 淘宜速度 表面淘宜速度 就大于当地的 这个分子的热度速度 它就可以有气体 这样一个地球质量 就可以有很薄的气体了 十个地球质量以上 它就很快气体就吸进来 而气体大量的吸进来 那么它就可以有更加多的能力 吸收其他气体 所以这个叫一个雪崩的生长 这个过程很快 这个过程可以到最后 刚开始它要 去涨到十个地球质量很慢 然后吸收到 十个地球质量的气体也很慢 但是一旦达到 十个地球质量和 再加十个地球质量的气体之后 然后吸收气体也很快 几千年就可以涨到 哇 涨到一个木星 这就看你 有没有足够多的气体 如果有足够多的气体 是吧 它就可以涨到 几个地球 几个木星质量 所以现在观察到 有几个 十几个木星质量 这么大的星星 当然有另外一个疑问 如果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 那我们就不叫行星了 那就叫赫矮星了 对吧 因为它可以刀 会发生反应 而不是氢 但是它温度也足够高 氢不会反应 但是刀可以反应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形成的一个大概过程 那么好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呢 这个太阳系形成 基本上 如果说后面 我们待会可以说 后面的河都比较大 就是外面的河 这个叫雪线 这条线也叫雪线 雪线就是 就是说100K 100K是什么意思 100K就是说 当然一个大气压下 我们零度 冰是结冰的 但是没有大气压的时候 是100K 就是零下173度 所以水会结成冰 那那个地方呢 很多固液体的 就是很多气体 都变成固态了 像这个甲烷啊 水啊 全变成固态 所以以外的物质就特别多 所以它形成的河 就比较大 那么容易形成 像木星这么大的 而里面呢 就比较小 所以它河很小 那么最多形成 一个地球这样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内部我们都是内地星星 外部都是内木星星 所以这个呢 非常好地解释了 这个太阳系的 这个星星的这个系统 对吧 所以这我就说 为什么 人们对太阳系 这个非常怀有很深的感情 这个原因太阳系很多 让我们看起来 是那么的顺眼 对吧 它的解释 那么的自然 一碰到太阳系 外的星星 那就很麻烦了 一个大家伙啊 靠得那么近 对不对 而且甚至 待会后面我们要说 它在逆行的轨道上 对不对 它的轨道平面 跟恒星自转 不是同一个平面 甚至是相反的 恒星这样转 它这个车道是这样转 这个非常奇怪 对不对 因为我们恒星形成的时候 你看看 都是这一团气体 对吧 都是这一团气体 那么脚道量都一样的 那么形成的时候 当然是都脚道量 都朝一个方向转 它怎么会反过来 这样转 这怎么形成得了呢 所以很多东西 所以只有理解了 原来恒星是怎么形成的 行星怎么形成的 才会知道 有些事情 为什么那么特别 那么奇怪 好 那么这幅图呢 尽管我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但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太阳系内部 形成的是内地行星 而太阳系的外部 形成木星 就刚才说的那句话 那些话 就我把这个图写出来 而且用公式来告诉大家 这里这个地方叫雪线 雪线就刚才说的 温度是170K的 这个零下170K这个地方 那么它这里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概2.7个天文单位 在地球上 就是火星叫小行星 现在小行星这个地方 那么这里以外呢 它的温度就是冰 什么东西都结冰了 甲王什么都结冰了 所以它的形成的 组成的成分 就有个伽玛因子 伽玛多了一个4倍 而它这个东西 像这个胚胎 能够长得多大 它靠的是 边上的吸收的气体 边上吸收的固体物质 那这些固体物质 到底能长多大 这跟它的一个 中用范围有关 这个范围 你们未来学 现实上的问题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叫希尔范围 这个希尔范围呢 这个一般说来 一倍的希尔范围是七七 那么如果说 它这个还有带有轨道运动 带有偏近率的时候 那么它会 两边各有五个希尔范围 这么大 那我们叫十个希尔范围 把十个希尔范围 这个盘的固体物质 全部加到这一个点 点上 做一个形成一个胚胎 这个胚胎 我们就认为 它该形成的这么大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质量 表达式就是这样子 这个FD是盘的一个因子 通常情况下 我们认为FD等于2 或者是4 对吧 假设4的时候 开根号就变成8了 对吧 就是两倍 就是这个倍数的是 最小太阳质量星云的倍数 那么这个假设等于2 对吧 这个或者是4 那么就变成这个 二分之三次 就变成8 伽玛的因子呢 这个Is呢 就是也是4 4.2的样子 血线也以外 所以这血线以外 多了一个8倍的因子 其他都一样 那么这个HIR范围 跟半长期A是有关的 HIR范围 半长期A越大 HIR范围越大 所以他们的HIR范围越大 所以你估计一下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它在这个里面内部 因为只有8倍 0.12 就算再乘一个8倍的因子 它最多也是一个地球质量 因为它没有这个因子 伽玛因子 而在外面有个伽玛因子 这个因子4.2 由于这个4.2的存在 这个8倍的时候 就会到10个地球半径以上 就是说它的核 可以长到10个地球半径 正因为这样 所以它可以才吸收 起来形成木星 而里面呢 是形成不了木星 只能形成地球 所以说为什么内木星星 比较奇怪 就是因为它有个地球半径 感谢观看